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感谢我们董事长长路大法师 大家再次鼓掌 要非常感恩我们省委员的姻缘 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见面 更感谢我们校长的慈悲 因为我很羡慕各位 因为各位有我们长度大法师的慈悲来照顾了各位 更有一个虔诚的校长来做我们人格的模范 刚刚我们远远的车子来 我是第一次来 我们司机菩萨说 师父那不是学校 那是寺庙 我说应该是那一间 所以我想对佛教讲因缘来说 各位能够在一个真正的教育的场所 因为所谓佛法它是一种生命的教育 那我们如何建构一个快乐的生命 正确的人生观 所以我想每一个生命的目的都要追求快乐 而不要痛苦 那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快乐的因是什么 为什么会痛苦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高的智慧 所以我刚刚在外面看到学校的四个字 悲 智 慎 行 这个就是教育的重点 所谓慈悲 什么叫慈悲 感情的最高点叫慈悲 自私的感情会痛苦 我看各位这个年纪最喜欢谈感情了 因为年轻嘛 那是感情有快乐也跟痛苦 那是各位每天就看到学校有这么多法师 特别走来走去 你要问问那个法师说 你怎么要出家啦 为什么要出家 你怎么不去谈恋爱呢 就像我经常去监狱 他们也问我说 诶 黑心 你头发失去了 你怎么跑去出家啦 我说我有结过婚 我有生过小孩 我过去的太太像影星一样的漂亮 问题是我过得很苦 并不是说感情不快乐 而是那种是一种束缚 束缚 我爱你 但你只能爱我 你不爱我 Holy sea 奇怪 怎么会这么痛苦呢 所以我结婚七年 我就自己买了好几个鱼缸 天天看鱼 好羡慕啊 鱼多自由啊 但是我现在被关在鱼缸里面了 因为我以为那是快乐 结果我发觉 哇 真正痛苦啊 我想快乐是一种自由 后来我又生了一个小孩子 哇 更痛苦啊 我想各位在这一年 我们农历七月份刚过 在佛教里面叫孝顺岳 是在纪念慕年 神通第一的慕年 他妈妈 虽然家里很有钱 但是不懂得因果道理啊 后来死了以后 做恶鬼道 那做了恶鬼道以后 慕年正的神通 出家七天就有神通 以这个神通去观察 哇 他妈妈居然在恶鬼道 结果他就赶快拿一碗饭 以他的神通拨饭 供养他的妈妈 结果他的妈妈嘴巴一凸啊 一打开变成吐火 所有的饭菜变火炭 所以慕年那个时候很急啊 神通 神通耶 他是第一 也没办法度他妈妈 赶快回来找佛陀 然后佛陀就跟慕年说 凭你一个阿罗汉 功德不够了 你要在七月十五日 就是佛的 因为我们出家人 三个月要精进的修行 然后来供养所有的 这些阿罗汉 包括供养佛陀 你妈妈才可以离开恶鬼道的苦 所以慕年就这样去做 后来他妈妈升天了 那所以我们就把农历七月份当做 来 各位念一下 孝顺月 那每这个月 我们就在讲孝顺的精神 由孝顺变成普渡 我想各位的爸爸妈妈 农历七月份 一定会拜拜门口啊 住大楼会拜拜门口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 慕年有妈妈 那是人啊 生命的轮回啊 几百万事 各位相不相信 因为你是慈命高中人 你要相信 因为慈命高中是佛教 佛教的基本就是相信轮回 人有过去世 现在是来世 所以 因为无量事的轮回 有无量事的爸爸妈妈 所以 每一世 的爸爸妈妈 无量事合起来 老实说了 我出家将近三十年 终于今天踏到慈明高中 各位一定做过我妈妈 做过我爸爸 做过我女儿 做过我儿子 不然我们不会见面 所以 各位听过一句话 五百事才能够同一艘船 一千事的姻缘 才能够同一座座 所以各位 你做你的同学三年 坐在你隔壁 你等一下 握着手 他手 赶快握一下 妈 我爱你 对不对 就是如此了 终于有机会 我爱你很久了 我今天跟你说 我讲的那个爱是爸爸妈妈的爱 不是男女的爱 这个叫缘分 所以我想这一点 最高的智慧 就是你相信这个真理 所以刚刚我们董事长 我们讲 哇 各位外面有一尊 文书菩萨 代表智慧 手上拿着各种的法器 包括奶瓶 iPhone 是要去帮助别人 所谓帮助别人 是要以 不自私的 读书最高的目的 不是拿第一名 学习服务别人的机会 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 你是搞电脑的 你是搞商业的 你是搞医学的 那我想 必须要有 无私的奉献 所以叫文书菩萨说 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来读书的 我不是为了成功而来读书的 我是要为了增加自己被 社会国家的利用价值而来读书的 这个是一个动机 这个很重要 我一辈子都很努力 因为我父亲很严格 所以 我们以前读书 父母就告诉我们 考第一名 将来才会赚大钱 我妈妈要我做医生 我爸爸要我做总统 这样 然后呢 从小把我逼 逼到样样都一百分 什么都是最好的 但是后来我才体悟 一个道理 这么努力 都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做旅行社 也搞房地产 也赚了一点钱 后来 我有一次到越南 最北边的河内 天气热 买一瓶可乐 在那边喝 结果我可乐喝不完 剩下一点点 放在旁边 结果有一个乞丐 小朋友 一直看着 一直看 我想说 可能他想要喝 我就把这一瓶 剩下一半的可乐给他 他拿到可乐以后 我脸都发光了 然后就 跑去给他爸爸 那小孩子很孝顺 他自己不先喝 先给他爸爸喝 哇 爸爸拿到这个可乐 也不喝 就叫小朋友先喝 我在看到这一幕 我自己觉得很惭愧 我们赚了这么多钱 从来没有想到 别人的痛苦 只想到自己的龙华富贵 那时候我也有儿子 我已经结婚 那个时候 就我看到两个父子 为了半瓶可乐 那种感恩的眼光 让我生起一个 很大的惭愧心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真的是 每个人都想要赢过别人的 在努力 但是我发觉 我很自私 让我觉得很惭愧 我这么努力赚这么多钱 只想要让自己高贵 买的 我不会开车 要买几部好车 放在那边 所有的好的 要给我的家人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在这么远的国家 还有这么样的 一样是爸爸 一样是儿子 他们却只有 后来是那个爸爸 可乐给儿子喝完了 他把那个瓶子捏一捏 他要拿去卖 他可以卖到钱 但是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渺小 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讲的感情 为什么能够变成慈悲呢 感情是自私的 我喜欢我 我喜欢的东西 慈悲是无私的 流浪狗 蚂蚁 可怜的老人 刚刚讲了 七月份普渡 听说有孤魂野鬼 有地狱 那这些以前我们没有关心的 这是我生命第一个觉悟 我发觉 人为了自己成功而努力 那是渺小的 人的努力 应该是为了别人 为了世界 为了国家 就像我那天跟我们 沈志会立委在聊天 哇 原来他要立佛法 希望推广佛法 以他为原的身份 能够保护这个世界国家 动机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所以我讲到这边 各位可能不像我们 出家人每天研究佛经 但是佛经的重点很简单 不要为自己 念一下 自私是痛苦 慈悲是快乐 为自己的是所有痛苦的开始 为别人的是所有快乐的原因 所以我想各位来学校读书 你不能说为了我自己要吃饭 那你会有压力 努力会有压力 我来学校读书 我看到社会上哪一个问题需要我 老人的问题 幼儿的问题 流浪狗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国家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 来看前面 为地球 如果你是为地球而努力的 那你是地球的皇帝 再来 为法界 这里面是一个星球 里面有整个宇宙 你的动机如果是为整个世界 法界的 那同样 布施一朵花 倒一杯水 动机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各位可以说是 目前台湾最有福报的高中生 因为有我们长路大法师 还有佛教的加持 各位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但是你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做人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简单的说 什么叫修行 人格的发展 所以要把人格发挥到最圆满 那人格的发展分成三个部分 也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 来念一下 把知识变成智慧 所以我们立委叫省智慧 校长 董事长 外面给你摆个文书菩萨 各位要把知识变成智慧 再来 第二个把感情变成慈悲 谈恋爱你会很痛苦 但是为什么我们出家人要出家 出离自私感情的家 把自己奉献给大家 当你没有自私的爱情感情的时候 你可以爱所有的同学 你可以爱所有的老人 你可以爱所有的蚂蚁 所以自私的感情会痛苦 但是无私的大爱慈悲 快不快乐 快乐 各位要不要出家 我想出家是出离自私的家 的意思 把自己奉献给大家 所以哪一天各位来学校 我们校长问你 你为什么要读慈敏高中 我要把自己奉献给国家 你可以去做立委了 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世界 那你可以去出家了 我要把自己奉献给病人 那你可以做菩萨了 为这个来学习 这个叫人格发展 这是我的体悟 那个时候我才快乐 不然对我来讲 我努力啊 读书啊 赚钱啊 然后结果我觉得越来越痛苦 但是我了解这种 无私奉献的道理啊 所以我就跟爱我的太太说 你爱我我爱你 那是外面的世界 还有很多人需要被爱 所以我必须离开你 哇 你都开始靠啊 我必须离开你 不然呢 我就没办法去爱众神 我也跟我爸爸妈妈说 你们非常的爱我 我爸爸妈妈非常的爱我 那是爸爸妈妈 谢谢你教我这种爱 我要把你们对我的爱 来爱天下所有的人 所有的老人 意思是说 我跟我父母说 如果你让我能够去修行出家 我会对你们两个老人的爱 去爱全世界的人 你说 不用说那么多了 他不了解这个道理 但事实上等我出家以后 特别在我爸爸妈妈老了 他们才跟我说 还是出家的儿子最孝顺 我说你这么在意 因为我妈妈说 你以后长大是听你老婆的 还是听妈妈的 废话 当然是听妈妈的 讲是这样讲 都是听老婆的 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 我又回来了 我又开始来孝顺你了 那时候当然 我妈妈说 那你孝顺我天天又不在家 因为我是以孝顺你的方法 去孝顺全天下的妈妈 我是以爱儿女的方法 去爱世界上所有的儿子 女儿 我的儿子应该是三十二岁了 不过我们出家就不见面了 那时候所以我看到各位 我就很熟悉 很容易让我去爱上各位 如果你问我说 师父你今天来干嘛 我来爱你们的 那是男同学 记住我底下这句话 爱不要建立在做爱上面 爱不要建立在欲望上面 有你也没你 对啊 女同学 哪一天有个男人 写封信给你 我爱你 你不用欢喜 我跟你说 你要问他 你爱我什么 头发 头发会老的 爱什么 身材 身材老薄薄的 他爱你那些外表啊 头发那这些都会变的 如果把爱建立在肉体上面 建立在外表上面 建立在金钱上面 那会变的 千万不要被利用 这个男生说 你眼睛好美哦 你要说你好好色啊 好美 他是因为色意才说 你皮肤好美哦 对不对 他心里想的是 你胸部更美哦 男人男人 这是不是真的啊 大部分人都把爱爱爱 建立在欲望的满足 感情的寄托 那是真爱还假爱 到时候就砍来砍去 我跟你说 搞来搞去 所以老实说了 我爸爸妈妈 两个人感情并不好 但是两个都很优秀 后来等我出了社会 我还发觉 哇 我跟我妈妈说 我们家算不错了 妈妈 你都没有被爸爸打过 这个一男一女 要在一起待一辈子 那真的是考验啊 我说爸爸都没有打过你 只有骂你而已 还不错 还给你很多钱 骂起来妈妈 因为这个世间 爱情的这种东西 摆不平的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提出 慈悲这两个字 才能够超越 世间的爱情的痛苦 知识也是分别的 知识高知识低 我高我低 聪明笨 但是智慧 是超越分别的 所以我想各位 生命要追求快乐 快乐不是从外面得到 快乐从内心 内心里面 接下来 心如虚空 接受一切 那叫智慧 好的 不好的 快乐的 不快乐的 我都可以接受 没有分别 那叫快乐 那像各位 你为什么痛苦 这个男人我喜欢 那个男人 不要跟我讲话 你已经感酷了 因为你喜欢东 不喜欢西 你会很痛苦 喜欢健康 不喜欢生病 你会很痛苦 喜欢有钱 不喜欢穷 你会很痛苦 当然讲到生命的智慧 还有一点更重要 各位要懂的 念一下 了解自己 你为什么长得高 为什么长得矮 为什么唱歌好听 为什么皮肤白 为什么眼睛漂亮 为什么穷 为什么有钱 为什么人家出生在皇帝做儿子 你真是在乞丐你家里 这个原因你要去了解 人的命运 是掌控在什么 第六个字 行为反作用力 我们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一杯水 为什么变甜的 生命的智慧 加糖就变甜了 那我再问各位 第二个问题 这杯水为什么变咸的 为什么 加盐巴 你开悟了 一切都是四个字来 自作自受 一个人为什么长得很漂亮 女生要不要漂亮 为什么长得很漂亮 行为反作用力 共花 前面这朵花漂亮不漂亮 漂亮 行为反作用力 脸漂亮 还有一种不用花钱的 多微笑 不生气 脸漂亮 要生得漂亮 还是要不要再搞事 决定让你自己 你不要去怪你爸爸妈妈 行为反作用力 要不要皮肤漂亮 不要乱丢止血 随偏丢止血 把地上弄干净 弄平 然后干净 把老师的桌子 黑板擦干净 外表皮肤漂亮 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出家人走来走去 没事就拿一条毛巾肥皂 师父干嘛供养你洗脸 行为反中你脸漂亮 不会讲青春痘 所以布施出家人洗脸 所以各位 当你经过文殊菩萨的时候 给他合掌一下 尊敬有智慧者 脑筋好智慧高 乱丢课本的人笨 尊敬英文老师的人英文好 后面骂数学老师的人笨 这样你懂吗 再配一次 行为反作用力 眼睛为什么漂亮 各位要学我们董事长这样 眼睛好美 笑笑的看着你 行为反作用力 眼睛漂亮 刚刚董事长还送我一包香 以后深深试试 他鼻子漂亮 你把厕所弄得很香 鼻子漂亮 鼻子舒服 身体像 所以各位很简单 你希望有钱 怎么用有钱 来 送人家钱 这四个字 舍一得万 所以一个人有钱 他是因为帮助需要钱的人 我想学校一定有 我们的同学 刚好最近钱不方便 对不对 我们当然帮他出钱缴学费 我们帮他出钱 做便当 那你帮助需要被帮助 行为反作用力 有钱 来 我来教各位了解一下你自己 请把手拿出来 这样合掌 当你手一合掌 看看你的手 中间有没有动 如果你合起来 中间没有动 手还长长 这什么意思 生生世世 不杀生 你绝对不会靠着 甲刀 Holy C 那你手就会短短 中间都是缝 这个叫杀生的夜暴中 再来 手再拿出来 摸摸头 头是尖尖的 还扁扁的 扁扁 扁扁就是没有拜拜 没拜祖先 没拜老师 没拜神 没拜文殊菩萨 手再拿出来 摸摸手心 粗粗的还细细的 细细的还好 上辈子不好色 好色的人一握手 还真是败 皮肤粗糙 手再拿出来 摸摸手心 热热的还是冰冰的 好在 好在因为你读词明高中 为什么热热的 孝顺父母 尊敬老师 爱护动物 手心永远热热的 不孝顺父母 不爱护 冰冰的 这样了解吗 然后再看看手 手背 血筋骨头多不多 血筋骨头多的 贪钱 会贪污 要拔掉 所以我们再请会计 看看手 这还可以做会计 贪 你的 这些血脉骨头 会跑出来的 来 手再拿出来 手长不长 孔子的手 站着可以摸到膝盖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手 永远写 很好的文字 去帮助别人 手长 你到厕所去写 某人王八蛋 你不要 手短短 各位 你喜欢脚长长 还是脚短短 为什么脚会长 尊敬老师 上课 专心 腿长 不尊敬老师 谁谁念 爱人 高兴 腿短短 所以我想各位 人的外表 命运 决定在你的行为 行为来自你的心态 眼睛好不好看 为什么人家会双眼皮 你知道吗 点灯的时候 供养中间那条线 双眼皮 点灯的时候加油 眼珠子黑又大 点灯的时候 那个灯座比较大 你的眼睛像印度人这么大 因为光明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皮肤黑 人家点灯 你把本龙化 皮肤黑 所以为什么皮肤白 让黑暗的地方亮起来 知道吗 学校的日光灯坏了 主动修理 让别人看起来亮 看书很清楚 眼睛好 所以来 各位要不要唱歌好听 所以来 为了声音好 念一下 不骂人 多讲好话 唱歌好听 你每天都在买 你每天都在买 你会骂声 我跟你说 再来 不骗人 口才好 不背后说是非 讲话人家喜欢听 我最在乎了 我在讲话 如果有人在睡觉 我就很难过 我讲话没人喜欢听 我讲话没人喜欢听 所以我师父才能跟我说 他讲一个比喻 各位注意听 桌子上有一堆大便 要不要吃 那有可能要吃呢 那我师父说 如果你把别人的缺点 透过你的嘴巴 讲出来 那就在吃大便 要吃什么 不要 只讲别人的优点 好不好 那你这样以后 讲话人家喜欢听 唱歌人家喜欢听 再来 第四个 不讲黄色笑话 讲话清清楚楚 有些人说鬼敢 不知道你说什么 听不懂 最后一个字 背下 舌头要绑安全带 要开始练习吧 我们所谓修行 就是修正行为 身体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 心态 这个叫修行 以董事长为模范 修行 以老师为模范 修行 以文殊菩萨为模范 修行 各位现在以谁为模范 唱歌跳舞的 为模范 金下巴雅 各位现在信仰什么 睡觉 手机 每天在忙这个 那你一定要调整你自己 所以我想 你喜欢住大房子 哇 像老师说 我们持平高中 那天我听立委说 以前地震 所以立委帮忙 居士出钱 终于又把学校盖起来 那同学们 那个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 阿公出一百块 帮助慈明高中 帮助寺庙盖起来 他生生世世 会不会住高楼大厦 爸爸妈妈留给他三栋房子 人家种的善因 人家种的善因 听我讲一个故事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次佛陀出来 讲经说法 很多很多人 那个时候 当地的国王 这些长老 都跑到前面 要挤着去供养佛陀 那个时候 最底下有一个小乞丐 他什么钱都没有 但是呢 他手上就有四颗豆子 放口袋的 他就把这个四颗豆子 拿起来 哎呀 愿佛 伟大的佛陀 接受我供养 就把这个豆子 这样撒出去 结果佛陀有神通 佛陀赶快 要把锅拿起来 让这四个豆子 五个豆子 佛经讲五个豆子 四颗掉在锅里面 其中一颗 掉在佛陀的头发里面 佛陀故意用头 头发去夹着他的豆子 那个远远的乞丐 看到这一幕 跪在那边 一根佛陀磕头 然后故事又讲回来 故事又讲回来 到了佛陀晚年的时候 有一天有一位 佛陀有一天跟大宗 等一下有一个国王要来 这个国王呢 连续做了四次的转轮圣王 这个世间最大的国王 他来的时候 连天上的玉皇大帝都跟着他来 大家都在排队在等 然后有这么伟大的国王 结果一出现的时候 真的是大家很信任 身材又高又庄严 皮肤亮亮的 他叫四个转轮圣王的身份 天王也尊敬他 大时候等他这个国王走了 大家就合掌啊 安安啊 佛陀啊 为什么这位年轻的国王 这么庄严 做了四个转轮圣王 连天王都尊敬他 佛陀说 你们忘了啊 二十多年前 有一个乞丐啊 他呢 布施了五颗豆子 这样撒过来 恭敬心跪在那边 我用锅给他接起来 所以四个豆子 放在锅里面 他做四次皇帝 另外一个豆子 我给他放在头上 天王 他将来也要做天地 所以各位 明天开始啊 朝我们董事长帮公司 哟 撒一下 下回话 你做董事长 对不对 你供养 因为我们这边有文殊菩萨 所以我走到哪里啊 我都会这样 哟 这样 我用水供养 这个 关心菩萨 水往上面叫供养诸佛 水往地上地上 布施给众生 水要不要钱 不要钱 重点是心态的问题 有这个心态去做供养 刚刚我看到那四个字 悲智盛行 有慈悲 有智慧 做一个圣者 有道德 去实践 所以这是我们教育的精髓 所以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开始要来 念一下 来 做生命的工程师 你要开始塑造自己 但是 行为来自于心态 我从小有一个格言 对我自己而言 念一下 专心就是天才 做心的主人 掌握你的心 就掌握生命 掌握你的心 就掌握世界 很简单 记住 佛法不是我们去拜哪一个神 神是存在的 只要你道德 神会加持你 但是 我们重点是 心决定命运 所以各位 现在你的心很脆弱 我会生气 我心情不好 我很想谈恋爱 我想看我女朋友 你的内心里面很脆弱 所以你要修行 最好的方法 打坐 好不好 打坐 念心经 甚至呢 你去绕文殊菩萨 当你在绕文殊菩萨的时候 我刚刚看到董事长 故意做成圆圆的 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绕 绕 你去绕的时候 文殊菩萨 大智慧 他就加持你 记住这个 所以你要用你的心去供养 那你的心在绕的时候 一直念 我要有智慧 我要利益众生 你要这样想 因为你在讲这个时候 就跟文殊的心态合为一体 因为心心相应 所以各位呢 要掌握你的心 但是我们的心 有几个不好的 要消除掉 各位有没有听过西游记啊 我们年轻都看完西游记 我看各位这个年代 大概没时间看西游记了 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唐山藏 猪八戒 杀物镜 苏怒空 代表什么意思呢 猪八戒代表我们的贪心 我要睡觉 我要女人 我要吃 叫贪 也代表我们的身体像 低半改猪 所以你的身体心态要守戒律 八条戒律叫猪八戒 我们叫八观再戒 杀物镜代表什么 嘴巴 嘴巴要清净 不要骂人 但是杀物镜也代表爱生气 杀物镜脸黑黑的 都不笑的 称恨心 那苏怒空代表什么 我们的狡猾聪明 但是狡猾聪明 离不开如来掌心 齐天大圣 所以唐山藏给他取名叫悟空 你的心里要悟到空 很多人听到空就很可怕 我现在要有 我干嘛要空 空不是没有 空是做金钱的主人 不要做金钱的努力 叫空 了解吗 什么叫空 我有感情 但是我不做感情的努力 我把感情去爱可怜的人 我去帮助人 这个叫空 空不是没有 空是你能够不执着他 好好的用他 叫空 空不是没有 就像我 我这辈子努力读书赚钱 我终于入了空门 为什么 哎呀 生命的意义 不要一直为了钱 为了爱情 为了出名 在努力 应该把自己 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各位 奉献 那就是一种最高的智慧 所以 猪八戒代表身体 要守戒律 撒物镜代表嘴巴 要清净 输入空 代表你要掌控你的心 那 唐三藏代表圆满 所以唐三藏能够从我们中国 到印度帮我们取经西方极乐世界 那你就找到生命的真理 所以我想各位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来看 西游记 做身体的主人 掌控自己的嘴巴 指挥自己的心 叫 身口意清净 这个就是西游 你就可以找到真理 找到真理 还可以回来帮助别人 所以西游记 要告诉我们 这些道理 好 刚刚讲了 学佛是三种的发展 再背一次 来 把知识变成智慧 把感情变成慈悲 把意志变成愿力 我要做医生 医所有的病人 有钱没钱 我都帮他 我要做老师 教人家真理 从世间的知识 教到真理 这个叫愿力 所以地藏菩萨 所有众生 念一下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这个愿好大 观音菩萨 哪里有苦难 就有我的存在 哇 大慈大悲 所以 这个是我们 人格的发展 因为人有知识 人有感情 人有意志 但千万不要把意志说 我要做一个有钱人 来享受 我要做一个最漂亮的人 不是这个意思 那不要漂亮吗 不是 要把漂亮 变成一种 念一下 把漂亮 变成庄严 庄严是没欲望的 漂亮是有欲望 男人 多看我一下 你有欲望 那你就会有得失之心 所以 各位在这一点 这个就是佛教发展 目的也为了这个 所以 我等一下也会发给 短一点 一本叫 因缘果报 那我希望各位去了解 这上面的道理 所以 一个人 为什么 讲话好听 为什么高 为什么矮 所以 在佛教里面 我先讲一个故事 为什么心态 可以改变命运 有一个国王 他老了 他要把他的国家 给他三个王子 但他不知道选哪一个 三个都不错 结果国王那一天 就找到一个点子 他给三个王子 同样的钱 跟三个王子说 如果你们 谁可以把这个皇宫 用同样的钱 填得最满 我就把王位交给他 这个有道理 那三个王子 彼此也不嫉妒 各自想办法 结果 大王子 很聪明 他去干嘛 他去买人家的那些稻草 稻草不要的 我就跟很多稻草 堆了皇宫 堆了一半 国王说 不错不错 聪明聪明 那第二个王子 更聪明 因为当地出产甘蔗 甘蔗皮 不要钱 他就用车子 去把甘蔗皮 通通载回来 我堆了 将近一半的皇宫 皇帝说 哇 你更聪明 然后大家都要等三王子 他带什么回来 这个三王子呢 他很慈悲 他说这个 做王位要给大哥 给二哥 我是老三 轮不到我 所以我不要去买什么东西 那我这个钱 要做什么好呢 结果他在路边 看到一个乞丐 蹲在黑暗的地方 他就把这个钱说 我这个钱给你 希望你生活过得好一点 这个乞丐感动了哭啊 这么多钱 我要送东西给你 他身上没有东西 晚上他要起来上厕所 还有半根蜡烛 是围棋干的东西 他就把这个半根蜡烛啊 他说啊 你这个有钱人啊 我这个蜡烛 给你给你 谢谢你救我的命 他就把这个蜡烛 小王子就很高兴 把蜡烛放在口袋 等他回王宫 皇帝啊 大哥二哥就问他 他说 那小弟啊 你买什么回来 他说我没有买啊 我把钱送给穷人啊 皇位给你做啊 那你带什么 没有啊 那穷人就送我一颗小蜡烛啊 不然好了 我把蜡烛点亮好了 那时候刚好傍晚 一点亮 请问整个皇宫 有没有亮起来 国王马上 哈哈哈 你最厉害 一个小蜡烛 把所有黑暗的皇宫都照亮 百分之一百 所以把皇帝的位置交给你 所以各位 三王子无所求啊 不自私 慈悲 反而 大哥二哥都很佩服他 大哥说 我们国家就需要你这种 有爱心慈悲的人 来做皇帝 我们两个哥哥来帮助你 这样国家一定兴亡 所以各位来 念一下 心量越大 福报越大 舞台越大 这一点是重点啊 我想各位都希望成功 今天将来你到社会上去上班 你千万不要说 我要做董事长 你要说 我要来保护所有公司 爱护所有客户 所有大家人都尊敬你 反而你做总经理 因为你的心量 你的动机 你做医生 我只要医病人 没钱的更需要我帮助 那你这个医生呢 是别人最尊敬的 反而大家都接受你的劝告 因为你有加持力 所以在这点 希望大家了解一个道理 再讲第二个故事好不好 我怕各位空气 第二个故事 有一位女人四十岁了 嫁不出去 又黑又肥又胖 她活得没意思 她有一天就走走走走 走到河边 算了 我还要紧张扣啊 跳河自杀 跳下去 结果有个老和尚大吃大悲啊 老和尚早就知道说 经常有人在这边跳河的 她准备去救 她坐在那边 是准备救人的 她不是为自己要开悟啊 什么打住 结果老和尚就赶快跳下去 把这个女人救起来 这个女人说 老和尚你不要救我 我活得很痛苦 我不如死了啦 老和尚说 不要这样想 你现在没有死 我教你一件事情 那个隔壁乡村 很多可怜的老人 没人照顾 你这样好了 你去照顾他们 你可能会找到快乐 如果你不快乐 再回来找我 结果这个胖子 女人 好了 既然没死 老和尚这样讲 她就去照顾那些 那些可怜的 没人照顾的独居老人 结果 那个老人院 有个功德主 年轻的董事长 长了高富帅 她不喜欢追求美女 她认为有钱 去帮助别人 结果她经常去老人院 去布施啊 去帮助老人 他就看到那个女人 天天在那边 她就问里面的院长 说 那个女人 你给她多少钱 她这么努力 院长说 那个女人不要钱的 人家来做义工的 哇 真美哦 这样 这个董事 这个有钱人 就偷偷爱上那个女人 就跟院长说 不能安排一下 我跟她吃吃饭 她真美啊 那个董事长 有没有眼光啊 好色的人看皮 有智慧的人看心 听到我 真美哦 这个董事长天天跟她约会 后来就娶她做太太 你看麻雀变凤凰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丑女人嫁给了高富帅的老板 哎呦 就去跟老和尚感恩 老和尚说 你看嘛 你以前都是 哎呀 嫌自己丑啊 肥啊 追求别人好啊 你过得很痛苦 现在你无私的奉献 去帮助老人 你成为最美的 你得到最好的结果 不但如此 董事长取了一个 这么样的好心的人 当然更赚钱哦 更赚钱 要就把老人院做得更大 那她的太太 就在那边做大功德主 这样生命快不快乐 有一句话念一下 放下屠岛 立地成佛 这什么意思 自私就是屠岛 你开始想要去帮助她 帮助别人 你就找到生命的光了 讲到放下屠岛 立地成佛 还要不要再听一个故事啊 这里面有一个典故 有一个小和尚啊 从小出家 他师父都叫他 不能杀生 为什么不能杀生 念一下 生命平等 一只蟑螂 一只蚂蚁 都希望快乐 不要痛苦 如果你去杀死他 他会痛苦 而且这个痛苦 行为反作用力 会跑到你身上来 你会多病啊 骑摩托车 不小心会车祸 走路会跌倒 因为呢 生命不是死了就没有 生命有轮回的 所以这个老和尚 就一直告诉小和尚蜜说 不要杀生了 来这边出家 不要杀生了 那有一天 这个小和尚 抓了一只青蛙 他喜欢玩嘛 他也没有杀他 抓青蛙就玩玩嘛 有一天老和尚 规定他打坐 他就砰 赶快坐下去 他不了解青蛙 刚好在他铺团上 不得死 青蛙要扁了 死了 哎呀 这个小和尚就哭啊 师父怎么办 师父怎么办 老和尚说 我就跟你讲 不要杀生 你还抓青蛙来玩 你看 你要下地狱了 小和尚说 那怎么办 我刚出家就要下地狱了 那老和尚说 你赶快啊 你现在赶快去忏悔 不然你会下地狱 我怎么忏悔呢 老和尚说 你压死青蛙 你要去跳癌自杀 你如果跳癌了 你可以消你的杀业 小和尚 真的吗 他就哭啊 哭得稀里巴拉的 吵着他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我对不起你们啊 你们送我出家 结果我现在就杀生了 对不起你们啊 师父叫我去跳癌啊 不然消不了 杀的业啊 他就哭啊哭啊哭啊 跑到悬崖上面 准备跳 事实上老和尚只是考验他 不是真正要这样 看他有没有决心 结果那个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走过去 看到小和尚在哭啊 准备跳 那个年轻人就说 小和尚你要干嘛 他说不行了 我要跳癌自杀 你干嘛要跳癌自杀 因为我杀死一只青蛙 如果我没跳啊 我师父说我会下地狱啊 这个年轻人一听 吓坏了 整个脸翻摆 为什么 他是杀猪的 你才杀死一只青蛙 要跳癌 要下地狱 我每天杀二三十只猪 怎么办 这个年轻人说 小和尚你不要跳 我替你跳 我干脆 蹦 他就跳下去了 结果老和尚在下面 就化成一朵莲花 把那个离离离 屠夫啊 把他这样 这个叫什么 放下屠道 立地成佛 他就跑去出家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过去怎么坏 都没有问题 那是过去的 就像我以前也是个坏人 我这个人啊 你不要说我是好人 我喜欢跑监狱 因为监狱是我熟悉的地方 我在社会上 这样玩过啊 黑白两道 我都跑过啊 我只是觉得说 这也是三宝的加持吧 让我了解很多东西 也有好处吧 所以 在这一点啊 各位啊 中国人了解这种道理 所以告诉我们 被四个字 念一下 诸恶莫作 简单的来讲 伤害到别人的 伤害到世界的 破坏到环境的 你通通不要做 因为 这个事情 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 刚刚各位听我说了 丢纸线 皮肤会不好看 骂人 声音会不好听 偷别人的钱 你会贫穷 贪的人也势必会穷 所以爱骂人 乃至爱生气的人 相貌会丑陋 所以各位要永远 我们慈民中学 漂不漂亮 干净漂亮 我们董事长 这么多法师 按照佛陀的教法 创造一个极乐世界 一个净土 希望大家在这边 不会做坏事 找到清净 找到什么 念一下 找到自己 这句话最重要 找到自己 现在的人 把快乐定在别人的给予 别人肯定我 别人跟我爱情 给别人称赞我 这个叫迷失自己 现在的男人 在名片上 印了一大堆的 这个会长 什么长什么长 这个叫迷失在外面的世界 离开了自己 所以各位 有一句话 这个世界离你最远的 就是你的心 这叫心跑掉了 追逐的外在 特别现在是网络时代 如果今天没有规定 我看大家每个都在玩手机 在追求着里面的欲望 我要看美女 我要看唱歌 我要看一些精彩的 你的心就越来越乱了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抓住你的心 不要把心流浪在外面 这个把心流浪在外面 那就是痛苦 我们叫流浪生死 所以佛教叫我们要离 离就是把心拉回来 而且进一步的离是 不被影响 你骂我 我保持安静 你诱惑我 我还是平静 不会被别人影响 各位要开始练习自己 这颗心 最好的方法 各位可以抄课本 你觉得孔子这句话不错 你觉得老子这句话不错 你觉得有一个智慧的人 讲了一句话不错 你把这四个字经常念 卑智慎行 一步一步一化 心就定下来 各位一定要练习 当你心定下来 念一下 临近自远 你会看得很清楚 这个世界未来怎么发展 别人心里在想什么 你会知道 你心如果像一个镜子 就像我们摄影机 擦得很干净 焦距调得很清楚 他可以把整个世界 都收在他镜子里面 很清楚 但是各位主要 我问各位 镜子里面的东西 是真的还假的 这是最高的智慧 我们往往把爱情 金钱 房子当作真的 我要我要 这个世间 所有你看到的 都是镜子里面的东西 都是电脑里面的东西 它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太高了 这个是博士般的 但是跟你是小学中学 没关系 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 来 念一下 世间的一切 都是假的 暂时的 虚幻的 如梦幻泡影 金刚经讲这句话 如果你知道这个道理 你心里就不会被它影响 偏偏 女人认为 爱情是我的生命 男人认为 臭皮是我的生命 我要比别人高大 开了车好 他把这个 把心态定在这个 会破裂的东西 镜子 这东西 如果你想要去拿 镜子就破掉了 所以各位 念下来 做一个智慧的人 了解一切 那你要去分析 前面的花 我问各位 这个花永远存在吗 没有 在一个礼拜以后 就臭掉了 这个花为什么可以存在 有太阳 有空气 有水 有矿物质 有人类的栽种 离开了这些空气 太阳矿物质 这个花不能存在 就像各位 外面的树 树 人不能够离开树 树给我们氧气 我们给树二氧化碳 所以人不能够离开树 树不能够离开人 一切的存在 都念一下 互相依靠 记住 这个是释迦摩尼佛 讲的最高的真理 互相依靠 不能 对立 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空气 可不可以活 做个实验 大家三分钟 不要呼吸好不好 死得没变 所以生命不能够离开空气 空气从哪里来 氧气 太阳 造到树的光合作用 所以你自然科学 你还是要读啊 那树 不离开 矿物质水 所以 凡事存在的 接 念一下 息息相关 所以简单的一句话 你对世界怎么样 世界对你怎么样 你对镜子笑 镜子对你笑 背一下 三有三宝 恶有恶宝 这个道理永远记住 骂人者 人恨骂子 爱人者 人恨爱子 你乱丢课本 伤害你的脑筋 你伤害到动物的身体 其他人的身体 多病短受 所以佛陀 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守持慈悲的戒律 念一下 不杀生 长寿健康 像各位礼拜一 为什么要吃素 无肉热 不要把自己嘴巴的欲望 建立在其他动物的痛苦 不要把自己的自私的欲望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 记住这句话 并不是说吃素 为了健康才吃素 吃素是一种 学习尊重万事万物 人也要活 动物也要活 如果你养过狗 你叫你去杀狗 那你会杀不下去 因为狗好可爱 所以我也有办了一个护生协会 我们已经救了将近 来大家 随喜功德 什么叫随喜功德 别人做了好事 你内心说好伪 你跟他功德一样 我们已经救了 念一下 五千只狗 那没人公为 来 五千只狗 随喜功德 你救狗有什么好处 以后嘴巴不会哄哄哄乱叫 因为每天在喂他吃饭 让他快乐 我们已经救了 两万八千只牛 让他不被杀 在缅甸 泰国 斯里兰卡 印度 西藏 包括台湾 特别救那些乳牛 怀孕了 怀孕了 让他不要被杀 因为什么 因为 救他的命 是不是救自己的命 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不懂 我喜欢钓鱼 钓鱼 钓鱼就伤害鱼 而且我不吃鱼的 把它钓起来 然后就 他嘴巴受伤了 所以我经常嘴巴破 再来就给他带回家养 海水养在淡水 但是反正就是养养到死 我不吃鱼的 所以我肺部不好 这是我的行为果报 但是我了解了因果 我忏悔 我不再钓鱼 我救了很多鱼 叫放生 救他的命 那我会不会改我的命 这很简单 听我讲一个我真实的故事 小时候的故事 我小学有三个同学很好 一个姓陈 一个姓郑 我姓黄 我们三个从小 下课以后 就到台北淡水河边 抓螃蟹 螃蟹抓起来 怕它乱跑 就把它脚拔掉 这样 然后有一次 三个人抓完螃蟹 完了以后要回家 我走在草里面 另外两个同学 走在 那个石头路上 结果我在草里面 走了之后 看到一条漂亮的绳子 就把它抓起来 结果捞了 直接抓 吓坏了 就把它丢掉 要丢掉我没有要杀它 我只是吓坏了 那我姓陈的同学 炮戏炮戏 他叫我们打 第七节 第七节 我也不知道第七节是什么 以为心脏 心里想 就拿石头 三个人就把那只蛇 打得扁扁戏 他就回家了 正常 每个人都如此 经过半年 事情来了 我这个陈同学 个子不高 他妈妈有一天 煮晚餐的时候 煮了一碗热汤 阿兴阿兴阿 他叫陈宰兴 叫他端汤 去客厅的餐桌 他妹妹早就坐在那边等了 穿个短裤 结果阿兴阿兴 个子小 那时候小学五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 五年级 他就把这个汤 放在桌上 翻到了 一翻到那个汤 就烫到他妹妹的腿 他妹妹哭 他妈妈走出来看 去死啦 不好 去死啦 他骂阿兴阿 结果 这个陈宰兴就 就走的那一条 我们打死蛇的那一条路 一直走到 该转弯不转弯的河 淡水河就自杀了 自杀了 为什么 那一只蛇 各位你千万 蛇有记忆力 今天你杀死他 他的所谓灵魂意识 他就会测试你去 透过这样而死掉 他会引导他自杀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死亡 我的同学 也对我人生有很大 我超过半年忧郁症 我都没有去读书 我就坐在淡水河边 在想 我这个同学去哪里 因为他死了 隔天我们几天去看他的尸体 因为那时候淡水河有 那个是鱼港 都是石油 所以他整个身体变黑的 然后肿得很大 一个泡一个泡 然后他妈妈哭了 快死了 突然哭 那时候我自己不知道 怎么安慰他妈妈 我就跟阿兴说 哎呀 阿兴阿兴 你赶快托梦给你妈妈 说你现在很快乐 不然你妈妈真的也会自杀 我那时候就申起这个观念 结果当天晚上 他妈隔天就说 我阿兴阿兴来找我 说他去龙王爷做驸马爷 他妈妈就安慰一点 意思是说 这个孝顺的儿子 还是跟他妈妈说 妈妈我去做龙王的驸马爷 我很快乐 你不要为我哭 他妈妈还平静一点 那是半年以后换我了 半年以后 我的哥哥为了一颗橘子 把我推到墙壁 用他的右手 打到他的骨头裂开 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我出家前 没跟我讲过话 二十多年 为什么 那一只蛇 本来让我的同学自杀 我也有杀他 所以趁我哥哥生气 我生气的时候 负债我大哥 我是用这个手拿石头 丢他几十颗 我大哥就这样 就被那个蛇像 当鸡一样 打我 因为我那时候想的是 第七节应该是心脏 所以他就一直打 一直打 打到他骨头裂开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到 出家前一个月 我是三十五岁出家 痛 经常痛 痛到会昏倒 怎么意都没有用 各位 一只蛇 找我报仇 后来我知道这个原理 那位台北有个老师 告诉我这个原理 台湾很好 台湾有一些人打坐 或是神的代言人 叫鸡筒 他看得到这些 他就问我说 黄某人你是不是肠痛 我说对啊 因为我去那边拿书 他那边有很多宗教的书 他就会说 一只蛇咬在你这边 我说你乱讲 什么蛇咬 我很大声把我惊的 他说这你就不知道了 你有没有打死一只蛇 他一讲我就开始痛 因为我的记忆就跑出来 那只蛇我还记得 你打死它 它附在你大哥的手 你大哥打你的眼睛 有没有红红 我还记得这个 蛇附在他身上 所以各位男同学 我讲这 你千万不要随便 打死蟑螂啊 蚂蚁啊 你一只猫啊狗 你都不能杀 生命有轮回 肉体没有了 它的意识都还在 特别小女生 我告诉你 来 你讲 不能堕胎 千万不能堕胎 千万不能堕胎 你会后悔的 因为这个小孩子 在什么时候怀孕 他有机会做人 人才可以成佛 哪怕你十五岁就怀孕 那是你的不幸 因为你不应该有婚前性行为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 把小孩子杀掉 小孩子可以成佛 所以 因为那位老师跟我这样说以后 他一跟我讲我就开始痛 后来他就帮我那边修金座 安慰安慰 后来我那时候学佛了 哎呀 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我再一个月就要出家了 我就跪在那边跟这只蛇忏悔 我磕头磕到这个地方 红红的 我不知道我打他几个石头 我说我下个月就要出家了 我一定会好好修行 爱护所有生命 我没有要把他赶走啊 我只是说 你帮我在我旁边 如果我一生气你就咬我 我们一起修行 我们一起修行 我这样给他磕头磕磕磕 站起来 这边变成一个冰块 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没有痛过第二次 各位 原来很多病可以不用看余生 你忏悔了 我讲这个我希望各位学会 我之所以能够出家是因为我妈妈 我妈妈在几乎三十年前 我三十三岁的时候 她得癌症 胰障癌 医生说这个很难医 那时候住在台北的医院 那我们四个兄弟轮流看 那是有一天 医院里面有一个菩萨 拿给我一本书 叫《地藏经》 那我看我妈妈这么痛苦 我就跪在那边 在最痛苦的时候一下发烧发热 然后医生给她说化疗 我妈妈又不要 我就跪在那边送地藏经 跪的时候 我发现我妈妈都不会震动 都不会痛 我读完地藏经我就了解 哇原来 我看了这么多书 没有比这本书还好的 写了这么好的道理 我就学地藏王菩萨发愿 地藏菩萨的妈妈下地狱啊 都可以超度了 我妈妈现在做人呢 我发的愿是这样 愿我妈妈健康好起来 不然就我妈妈早一点舍抱 因为我问医生说 这种病不好医的 而且我妈妈不接受化疗 她这个人很固执 她不接受 那时候我读地藏经 跪在这边念了 当然你现在叫我跪 我可能跪不了那么久 那那个时候为了妈妈 再久都无所谓 结果跪在那边 送完地藏经我就发愿 我要学地藏王菩萨出家 这是我出家的助言 没有我妈妈生病 我冲不了这个心态 结果发完愿以后 隔天我妈妈就退烧 不痛 到了第三天 她就吵着要出院 医生说没办法啊 你要出院我让你出院 你要自行负责 但是你要回来检查 结果我妈妈出院以后 又跑到那时候 最新开的星光医院 再去检查 医生说没了 发炎 我妈妈有一点想起 她回来拉着我的手 她叫我阿姨阿姨 你替你妈妈发愿 你要做 因为我妈妈开始生病的时候 我就吃素 别人告诉我的 我吃素她就比较舒服 这一次我为她发愿 我都没讲 我妈妈拉着我的手 你发什么愿要做 我说会我一定会做 那你发什么愿 出家了 我妈妈就一直哭 我说妈妈 你不要哭 你给我生命 我找到生命的意义 我学佛了 我看到地藏经 没有你生病 我还发不起这个愿 你现在好了 那我一定要出家 因为你才会永远健康 那我可以把你给我的生命 去奉献 你母要如何 你儿子要如何 我说人家佛头也是这样 没问题 这就是我出家的祝愿 我这样讲 不是说各位一定要出家 哪一天 你也会面对你的阿公阿妈 爸爸妈妈生病 你可以为她发愿 我为我妈妈吃素七天 它会好一点 你试试看 我为我妈妈 赶快找董事长 什么经给我念 身体不好 念药师经 妈妈心情不好 念观音菩萨普门品 爸爸车祸了 念地藏经 对不对 阿公往生了 念阿弥陀经 很简单 我刚刚进学校 那边有个石头 刻了六个字 各位很有福报 那个叫什么 来 见己解脱 念一下 奥妈尼伯美奉 这六个字是 所有佛菩萨 慈悲力量的总集 在那个地方 所以各位 你每次看到那六个字 再跟我念一次 奥妈尼伯美奉 如果你真的背不起来 你就会说 奥妈尼伯美奉 这六个字 代表 所有爱的力量的集合 这六个字 让我们 为什么六个字 来 六根清净 让你眼耳鼻舌声音 会干净 再来 脱离六道轮回 生命有轮回 你做善事可以升天 然后呢 你守五戒可以投胎做人 你喜欢布施 但脾气不好 叫阿修罗道 这个叫三善道 那三恶道呢 贪心造恶业 变恶鬼 称恨心造恶业 下地狱 鱼吃变动物 这个叫六道 但是你念这六个字 就可以把这个 六道轮回的痛苦 净化他们 慈不慈悲 不是为你自己 老实说 我对这六个字的信心 是有人教我的 在家 我以前去彰化演讲 我以前经常拉肚子 肚子痛 我在讲的时候 就摸了肚子 讲到一半的时候 休息一下 结果有彰化一个句子 师父 我跟你说 你念这六个字 念在你肚子 那是今天 我是好念 对不对 我去那边 不痛了 我又继续上台演讲 各位 黑暗的地方 给一盏灯 黑暗会不会消除掉 有痛苦的时候 我们用慈悲的力量 就可以转化这个痛苦 所以我告诉各位 像我爸爸妈妈 小时候吵架 我就会在厕所哭 心情不好 忧郁症 但是 我那个时候 如果懂佛教 就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各位懂了 你可以念 代表爱的力量 你有信心的 爱的力量 观音菩萨 我妈你背面后 甚至你是拜妈祖的 你拜圣母玛利亚的 都没关系 它代表爱的力量 你用正面的阳光 就可以消除负面 你千万不要一直说 我为什么心情不好 我为什么心情不好 你要转变你的心 然后你心转变了 给你妈妈 记住哦 一个地方 大家都在赌博 如果有一个没有贪心的人出现 那个赌博的贪心就不见了 一个地方有战争 两边快要战争了 一个没有称恨心的 和平的心的人出现 那个对立就不见了 跟我念一下 一切为新造 世界为新造 台湾是个宝岛 台风来了 赶快 台风会不会转走 如果大家合起来 所以来 跟我念一下 等下那个台风就越小了 新的力量 可以改变世界 记住我 这是我的心得 这是我的心得 所以 我认识很多人得癌症 他不懂得处理 我去那边 我也没跟他说什么 我静静的为他念 念了代表爱的语言文字力量 去改变他的心态 我都是用这种方法 然后呢 等他心态平静了 我给他讲一些方法 就是很简单 所以他们都跟我们说 心情不好 念念心经 心情不好 但是千万不要想要去改变别人 来进化自己的心 你用你的心可以改变 对吧 比如说 像各位 你将来毕业了 你想要去台北读书啊 那个是合理的 你想要出国啊 你爸爸妈妈不同意 你不要吵架 你在你的信仰面前 特别是观音菩萨 你如果知道你妈妈 喜欢念观音菩萨 你很能谣观音菩萨 加持我的妈妈 让我的妈妈相信我 我是要去努力的 观音菩萨会不会改变 你妈妈的心 这个叫信仰 我告诉各位 天上的太阳很亮 但是如何把这个亮度 进入地下室呢 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镜子 很安定的 去反射这个光 太阳光可以进入地下室的黑暗 这个记住 现在的社会 各位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那个时代很单纯 我在各位那个时代 只会跳土风舞就不错了 现在里面时代可复杂了 心很乱 所以那你现在安定下来 念个21次 你会发觉 你心平静 这个心平静 不是光你的力量 太阳的力量 透过你平静的心 可以反射到你的爸爸 你的妈妈 这样了不了解 但是动机要正确 你不能说 我喜欢那个男人 天天给他念 看会不会来爱我 那个动机是自私的 你不用想这个 如果你希望嫁个好男人 娶个好太太 多礼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我也安排一个来照顾你 不会伤害你的 叫好姻缘 记住哦 但是你去求 有求就苦 所以各位你安排 像各位以后结婚了 长大了 你希望生儿子 为什么不会怀孕 你要记住 念头决定命运 当你要生儿子 你要想说 我生了儿子或女儿 我希望他是一个好人 能够帮助社会 他能够奉献给社会 他就会来投胎 是一个好的儿子 如果你结婚的时候 我要生一个漂亮的 我要来爱 我要来满足我的这种欲望 这种自私的 我生一个来讨债的 因为欲望 早敢来是不好的 所以在背次来 一切为新造 命运为新造 做心灵工程师 各位你要掌握你的心 改变你的心 千万不要用嘴巴去骂对方 对方骂我 我用我的心 念爱的语言 用想的 我对他讲好话 他心就会改变 你要永远记住这个 所以各位 首先你要学专心 像各位现在读 不管你读哪一科 我刚刚讲过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我读这个 这用心 是希望去服务社会 让公司更赚钱 制造出好的产品 好的食物 来让别人健康快乐 你用一个好心去做事情 这个事情就会改变 但是大部分人 是动机是自私 我如何拿更高的薪水 赚更多的钱 然后卖高的价钱 买进来便宜 然后卖出去贵 你用自私的心 往往结果不好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掌握 掌握心态 那我们的内心里面 有三个不好的 你要改变 再念一次来 贪心 贪心像一只猪啊 这个 称恨心 像一只蛇一样 再来 鱼吃心 什么叫鱼吃 就没有智慧啊 不相信因果叫鱼吃 鱼吃的人 像一只鸡一样 所以你千万不要做新的奴隶啊 各位要转化 把贪心变什么什么 来 看前面 我现在敲个声音哦 你注意听 好不好听啊 这个是牛皮做的 这里面有个故事 那你们出家人说不要吃肉 你们干嘛敲牛皮啊 这么大的骨 空空空的牛啦 因为以前有一个老和尚 他贪心啊 很爱钱啊 和尚也会爱钱啊 个人的修行啊 结果他死了以后啊 投胎做一只牛 做牛做马还人债 结果他要死之前 就托梦给他的徒弟说 师父现在做一只牛啊 明天要被杀 在隔壁的村庄 拜托你 我被杀了以后啊 你去跟那个主人 要师父的肚子的皮啊 替师父忏悔 那你拿回我的肚子皮 帮我做个骨 天天敲 把师父的贪心敲掉 让师父能够真正发心修行 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敲骨 敲骨代表什么 断除贪欲 也代表什么 所有的牛羊猪四尸脚的 得到超度 他不用再被杀了 把贪心变成 念一下愿成佛的菩提心 我刚刚看到外面有个桥叫 菩提心桥 你要去研究 干嘛我们董事长写 菩提心是什么意思 菩提心就是一个觉悟的心态 觉悟到所有众生都是我的妈妈 我要帮助所有的爸爸妈妈离苦 为了如此我要成为一个圆满能力的人 哪三种能力 你讲大智慧 大慈悲 大愿力 就是我刚刚讲了 把感情变成慈悲 把意志变成愿力 把知识变成智慧 你要把这三个圆满 所以我们敲鼓的时候 就断贪心 发菩提心 超度所有牛羊猪 各位有没有听过敲沐鱼啊 哭哭哭 为什么叫沐鱼 这里面有一段故事 我要讲给各位听 以前有个小朋友 很穷 妈妈生病 没前一 然后到处去找医生 医生就给他一点药 后来找到一个真正的医生说 我给你一点也要 止你妈妈的痛 但是你妈妈病真的要好 要长江三峡那种最大的鱼 叫龙鱼 龙鱼的肚子肉 那救你妈妈来炖这个药 这个我没办法给你 你自己也想办法 然后这个孝顺的小朋友 才十岁啊 他就拿着大鱼钩啊 趁着长江三峡退潮的时候 放下去要钓大鱼 要救妈妈 那是那个长潮太快 那个龙鱼要怀孕的时候 就会回来 龙鱼最大可以长到七公尺 我看过三公尺的 这么长的鱼 它就背像龙一样 游回长江三峡 它去钓的时候 长潮 结果被淹死在水里面 结果它淹的时候 有一只龙鱼经过 各位 孝顺感动天啊 这一只龙鱼呢 知道这个小孩孝顺 就把它吞在肚子里面 充满空气 那隔天上午呢 渔船要抓鱼啊 这只龙鱼就浮上来 故意这样 然后哇 他们抓到鱼 好几艘船把这只大鱼 拉回去 拉回去以后 在市场 每个人都来看 哇 鱼肚子这么大 一定怀孕了 先来分软吧 就把龙鱼肚子 一打开 结果里面没有鱼卵 就这个小朋友跳出来 这小朋友一跳出来 跪在那边说 我妈妈快死了 我要割容易的肉 我要救我妈妈 大家都愣在那边 小朋友跑回去了 割了肉 大家都愣在那边 有一个老儿上跑来 这只鱼你们不能吃了 你看这只鱼 为了救 这个孝顺的小孩 牺牲自己的命 像自杀一样 让你们 抓起来 让你们杀 大家一听掉眼泪 那怎么办 然后老儿上说 鱼送给我 所以我们中国的 每一间寺庙 都有一次 剖开肚子的鱼 我们把它放在大殿 变成一个圆圆的 各位下回要多敲 爱吃鱼的要多敲 了解吗 你妈很喜欢吃鱼 抠肚鱼 超度鱼啦 所以敲木鱼的时候 可以超度被吃掉的 海鲜水产龙虾 这些海鲜 那敲木鱼也代表什么 来 断称慧的慈悲 各位不要爱生气 要把生气的力量 变成一种忍辱慈悲 这个叫修行 修行 转贪的心 变成为众生奉献服务的菩提心 转称慧的心 变成一种忍辱的悲心 我看我坐在我们前面 可能是我们 慈民中学的老师 我看各位老师 一定不会生气 因为各位是佛教学校 不会骂人 为什么 因为佛教的教育 不是用文字 佛教的教育叫 人格影响教育 所以各位 我们长路校长 这么慈悲 董事长 天天在给各位看 各位你要去学 他的人格思想 所以你爱生气的 你要多敲木鱼 好不好 下回请我们董事长 哪一个爱生气 送你一个小的 我在监狱专门送这个 监狱的人很多吸毒 心里不安定 我们就送给他木鱼 天天敲到破 再送 让他去念大悲咒 修慈悲心 但是修行也要像 鱼的眼睛 不要闭起来 免得被杀掉 所以我想各位有机会 既然各位跟佛教有缘 佛教慈名高中 那你要去了解 佛陀的教育是什么 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太一样 佛教是一种心灵的教育 调伏自己的心 你一下 征服自己 奉献众生 对治烦恼 慈悲友情 对内你要进化自己 征服自己的 贪 撑 吃 三毒烦恼 简单的说 跟我背一下 烦恼 造业 生死痛苦 这个烦恼就是你内心有 猪八戒的贪 爱生气的撑 或愚痴傲慢 这个叫烦恼 这个烦恼 就会引导你的身体 嘴巴心态去造恶业 造了这个业 就产生你的命运 这样了解吗 所以各位 你的高矮胖瘦 等一下 讲完以后 会发给各位 三本 一本是因缘果报 一个人 为什么升天 为什么下地狱 写得非常清楚 你一定要看 这个是你生命教育最重要的 所以 因为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引导我们的身口意 去照做叫业 是业的业 记住 人的命运 不是掌控在佛陀 掌控在神 人的命运 是掌控在自己的业 善业 恶业 这个业 会让你去轮回受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这个贪嗔痴 负面的心态 变成 等一下 把贪心变成菩提心 把称心变成大悲心 把鱼痴变成大智慧 所以各位每天要去跑 菩提心桥 多跑两次 要去绕文殊菩萨 把鱼痴变成智慧 要去拜观音菩萨 把称慧变成慈悲 或是你要敲伐气 也可以 所以你要去转化 那如果各位 你了解这个道理 以你一个圆满的心态 去指挥你的身口意 这个叫做生命的主人 做心灵的主人 你就可以让自己脱离痛苦 也可以进一步 念一下 普度众生 离苦得乐 为什么 背一下 众生都是父母 众生皆可成佛 众生平等 绝不伤害众生 好不好 不能自杀 自杀会下地狱 你将来还要自杀七次 自杀是对不起世界 对不起爸爸妈妈 对不起学生 对不起校长 对不起国家社会 一个人的成长 不是光你自己的 所以各位 我们永远都不孤独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孤独 因为 山河 大地 花草 树木 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而存在 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们 所以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没有空气 没有太阳 你不能活 没有土地 你不能活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蚂蚁 世界就毁灭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蜜蜂 世界也会毁灭掉 所以万事万物应该如何 念一下 和平相处 互相照顾 所以各位了解了这个观念 希望从今天开始 照顾你的同学 照顾你的家庭 照顾一切 你走过哪里的人事物 像我走到哪里 我虽然不会撒钱 我会撒慈悲甘露 偶尔会撒米 到河里面 我会撒食物 所以佛经说 喂一只蚂蚁 如果你能够喂一百只蚂蚁 来世做国王 一百只蚂蚁太容易了 你能够喂一千只蚂蚁 你可以抓到所有的真理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蚂蚁跟一只大象 都是平等 死掉的大象 还不如一只小蚂蚁 为什么 有感觉者皆有佛性 有知觉者皆有佛性 所以我问各位 各位你生命里面 有没有佛性 有没有 对了 那你不是开悟了 所以不要浪费 要用自己的佛性 什么叫佛性 来大慈悲 大智慧 大愿力 就是菩提心 用你的菩提心 来过生命 像我们都发誓了 宁可身体死掉 菩提心不能死掉 所以我很感谢我们委员 董事长 校长 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爱各位 所以话讲回来 我今天有没有来爱各位 这个叫真爱 希望各位永远快乐 到最后 大家成佛 一起去帮助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学校有佛陀 我们有常录董事长在那边 代表佛陀在那边 给各位看 各位没事 你要经过 我们董事长办公室 你要绕一圈 乌密陀佛 然后去上课 因为活得的佛菩萨 那事情给我看 给我们看 但是也是各位的福报 各位一定 过去是搞不好出国家 很虔诚的做三宝地址 我也敢相信 在佛教讲 我们董事长 一定做过各位的妈妈 他只好照顾各位 天天要照顾各位 为什么 本来就是这样 高能力者 福千百万人 是孙中山说的 所以我想各位 学习的目的 精进的目的 是为了增加自己 被利用的价值 所以念 念下来 以世界为道场 以众生为父母 所以我们要爱护世界 爱护众生 生命平等 所以希望各位 从今天开始 开始 帮助众生 念一下 舍一得万 各位念四个字 有钱真好 一定要有钱 你没钱 你哪里想服务众生 你怎么服务啊 那有钱从哪里来 经常布施 好不好 各位女婿 买东西 找你两块 两块给它丢在人家 爱心基金嘛 红十字啊 爱心啊 旧森林啊 都可以 每天都要布施 所以我从小学 三年级就开始做 我一个老师 叫孙梅妹 我一辈子都记得她 她现在还活着 她有一次 我们要升到四年级 她掉眼泪给我们说 她说孙老师 要带你们这一年 每天叫你们 每天做三件善事 写在周记上面 老师 现在不做你们老师 希望你们这一辈子 都记得 老师就开始哭 我们大家都哭啊 就把它记下来 用哭也可以度众生 然后我们就记下来 每天做三件善事 所以我现在不止 我每天可以做到 一百件善事 我走到哪里 就一直做善事 一直做善事 我发觉我们那班同学 有一次 有一个机会碰到好几位 都是董事长有钱人 其中我最有钱 出家 出家做和尚 是最有福报的 所以我爸爸 到后来要往生前 他才知道说 原来生的一个和尚儿子 是他的福报 我说爸爸你才知道 一子出家 九权七祖进朝圣 所以我想各位 各位有没有出过家 都有 你不要讲没有啊 阿公阿嬤往生的时候 披麻戴孝 就是出家的意思 穿布的衣服 穿布的鞋 草鞋 戴草帽 因为你有头发 这是从佛教里面来的 一子出家 九权七祖进朝圣 所以守校的时候 要披麻戴孝 困操球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念阿弥陀佛 加财 那这样 来替父母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 等爸爸妈妈走了 再来孝顺 那就错了 爸爸妈妈就是 活在世界上的佛 要孝顺父母 所以我自从懂了 这个道理以后啊 我以前结婚了 就跟我太太说 各位女生请记住 千万不要为了爱情 叫你的先生 不要去孝顺他的爸爸妈妈 甚至拉着先生的手 说我不跟你爸爸妈妈 住在一起 我们去外面住 非常的不孝 你没有福报 你将来会没有福报 爸爸妈妈 公公婆婆 岳父岳母 就是各位 真正要孝顺的 所以佛经说 孝顺是世间第一福报 你今天要发财 要赚钱 要从这边来 所以各位 可以把爸爸妈妈 给你的钱 你可以留十分之一 一百分之一都没关系 替爸爸妈妈 去做善事 去布施给穷人 去盖寺庙 去放生 去救人 把这个功德 在辈子 舍一得万 回向给你的爸爸妈妈 那爸爸妈妈 赚钱就顺利 因为你帮他 积福报 这个世间 有三种田 念一下 三福田 这个福田 你种下去 你就可以得到更多 那三种福田 背一下 感恩的福田 尊敬的福田 慈悲的福田 各位如果要很有福报 很有钱 你要种福田 从小就要做 感恩的福田 就是爸爸妈妈 祖先 所以各位要孝顺的父母 要不要拜祖先 要啊 你不要说祖先已经死了 祖先永远照顾子孙 如果你的祖先升天 你就有天人的福报 如果你的祖先去极乐事件 你每天心情很好 追求真理 如果你的祖先在轨道 那你家里就穷 所以各位 每天要孝顺父母 拜祖先 感恩的福田 第二个 念一下 尊敬的福田 我们要尊敬董事长 尊敬校长 好不好啊 尊敬别人的福田 反作用力被尊敬 你喜不希望将来做总经理 还是一辈子在做小职员 一个人为什么会被尊敬 会做校长 做董事长 因为从内心里面 去尊敬别人的反作用力 尊敬有知识的人 你智慧很高 尊敬值得尊敬的人 被尊敬 所以我经常就不担 不担那个国王 真的是高富帅 而且他天天做善事 他把国家交给总理 一个佛教徒 他就天天忙着做善事 后来我就问一个老和尚 我这个人很喜欢了解 别人的前世 我才可以知道修行 结果一个老和尚说 不担的国王 上辈子 他专门喜欢自己拿的食物 去喂小动物 因为尊敬小动物 所以现在这辈子被尊敬 很有福报 这容易不容易啊 小鸟 小蚂蚁 鱼 里面这边太平 有一条河 我以前经常放小鱼的 你们可以喂一点食物 草里面喂点蚂蚁 鸡腐宝 特别用你爸爸妈妈的名字 这个是一种孝顺的 我们要感恩 要尊敬师长 所以学校的每一个老师 都是文殊菩萨的画线 教你英文 教你科学 教你中文 你要这样想 尊敬老师 所以以后老师进来 你要合掌 合掌代表什么意思 这只手代表佛 这只手代表众生 要把佛的圆满的力量 保护 救度 痛苦的众生 如何保护 透过你的平静的空性 这个叫什么 背一下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合会一体 我们之所以拜佛 是为了拜众生 以尊敬佛陀 尊敬老师 尊敬父母的方法 来尊敬所有的生命 这个叫修行 平等 而不是很会拜佛 却看不起别人 错了 因为佛陀是木头做的 现在我们看到 但是佛陀要我们拜的是 众生心中的爱 慈悲以智慧 这个叫佛性 所以一个人杀人放火 他一样有佛性在 不要看不起对方 不要看不起对方 所以各位要这样来学习 感恩的福田 尊敬的福田 第三个最重要 佛陀说 后面这个福田 超过前面两个福田 为什么 佛陀说 你用百千万亿黄金 去供养所有佛陀 还不如布施一口饭 给流浪狗 给小蚂蚁 叫慈悲第一福田 所以各位 多去帮助可怜的人 像我们经常做慈悲便当 送给游民 我们做食物银行 我想学校各位 每个礼拜 大家捐一块钱 合起来 学生就有两千块 不一定 就可以买很多饼干 给穷人 给需要的人 给那些养流浪狗的人 所以这个叫 悲田 悲田第一 慈悲的福田 是最大的福田 所以我每天都在 人家问说 师傅那边有鬼 我就跑到那边去 有鬼最好 对他慈悲 鬼就会变佛 不能怕对方 你要爱对方 所以我经常 跑到虎牧区 我到欧洲美国 每天都在跑 人家跟我说 海涛法师去 莫阿宝 屠宰 集中营 为什么 去那边我可以展现慈悲 你要把感情变成慈悲 不然感情会攻你 你会浴火燃身 你把感情变成慈悲了 就没有压抑感情的痛苦 同学们来比赛好不好 看学会这辈子谁不结婚 你最厉害 跟我们立委一样 不用结婚 要结婚是一种依靠 我的男人呢 我的女人呢 那是一种脆弱 各位 依靠是一种脆弱 这样知道吗 你要结婚可以 是我要 帮助你 辅助你 而不是我要依靠你 依靠就叫执着 等一下 执着就会痛苦 不要执着 我们是成为别人的依靠可以 帮助对方 我想就像我们董事长 是个出家人 他可以在山上 然后吹吹凉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事业 为什么 慈悲 这个里面痛苦多不多 非常多 我自己也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师父叫我磨念 你要做各种的事业 两年就要换一个 我两年就要换一个 他叫说 不能执着 因为我是男生 所以我每天在跑世界各地 一直忙一直忙 因为透过别人来磨自己 把自己的我消除掉 透过别人来磨我们的忍辱 智慧 慈悲 所以我今天 对不起 谢谢各位这么合作 教官这么认真 这样盯着 我到别的学校都没这样 但是各位很有福报 盯着你听佛法 但是各位从这里面就可以得到很多真理 不过我想留一点时间 各位有没有问题要问 借这个机会 麻烦于公菩萨把要发给同学们的 我要发给各位一张讲义 昨天才印好了 佛陀为什么眼睫毛这么长 眼睛这么漂亮 佛陀为什么指甲不用擦 擦这个指甲膏就这么亮 佛陀的手脚皮肤身上为什么这么香 都写在这上面 所以你要看 女人要不要长得漂亮 不漂亮 不慈悲 修不好 但是漂亮 但不执着就变慈悲 所以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观音菩萨长得装不装严 装严 这个就是修行 那释迦牟尼佛有三十二加八十 总共一百一十二的像 为什么佛陀的皮肤 看不到一个黑色的痣 佛陀可以几天不洗澡 佛陀脱衣服 你都看不到他不好看的那一部分 这么装严 所以佛陀走到哪里都会放光 这里面我故意把它翻成白化的 那各位看一看好不好 下回考试 给毕业证书 我师父说 不慈悲不让你毕业 但是至少各位了解 那另外一本呢 是因缘果报 为什么会做有钱人 为什么会下地狱 十八地狱长得怎么样 守五戒 在背策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不杀生 得长寿健康 不偷盗 得富贵有钱 不邪淫 家庭感情快乐 不妄语 就是不骗人 口才好 人缘好 不喝酒 脑筋好 所以各位 佛法是新的宗教 不要喝酒抽烟 因为它会破坏你的脑细胞 会让你不专心 不专注 佛教最高的智慧 是观察跟分析 你要把万事万物 维系的分析到底 所以我们 我读了这么多书 我看佛经最深 但是也最有意义 你可以把它分析得很深 分析什么 你讲了解自己 认识自己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彻底的认识你自己 就认识了佛陀 你透过认识你自己 可以认识 原来万事万物 都有佛性 众生皆可成佛 要彻底的认识 所以我希望各位 把这本看完好不好 还有一本是 慈悲的眼睛 我们现在 希望各位 要会讲英文 要会讲日文 要会讲拉丁文 要会讲法文 因为 你要牵手牵眼 利益众生 你要跟世界沟通 所以各位现在很年轻 不要浪费时间 要学会英文 乃至第三种语言 你都要学会 在台湾 普通话要会讲 闽南语要会讲 你还会讲广东话 这个世界有亿亿的广东人 你会讲潮州话 那你到外国去 大部分都是潮州人 你会讲日文 那日本人 他们也很喜欢听佛法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 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 不要浪费时间 多一点时间学习 这个时候是学生 学习生命的教育 充实自己 才能够去帮助社会奉献 所以千万不要把时间拿来 吃喝嫖赌 约会唱歌 跳舞 化妆 照镜子 那这些东西 是一种欲望 看你能不能拼赢你自己 心美 外表就美 心里慈悲 最庄严 那是增加自己 被利用价值 牵手牵眼观音 文殊菩萨 这些都是展现各种力量在帮助 所以 慈悲的眼睛是什么意思 眼睛要找 智慧 眼睛要哪里 需要帮忙 这叫慈悲的眼睛 不要做 地狗的眼睛 好不好 爱没人的注意 你要改变你自己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每个人就可以 找到很圆满的 生命的意义 好 那各位 今天也要送给各位 两条 这里面 每一条 外面三个咒语 里面三个咒语 合起来 六个佛的力量 带在你手上 好不好啊 虽然我们不是佛 但是你把佛的力量 要带在手上 那么跟别人握手 包括洗澡 可以不用拿下来 这个水 这里面有一个叫 水解脱 不修成佛咒 意思是什么 这个水碰到这个 这个咒语 它一流出去 以后这个水 雨也好 众生吃到 它可以脱离痛苦 这个是佛的力量 为什么要成为佛 成为佛你才可以 圆圆满满的 利用他的形象 他的名字 他的咒语 想到他 而得到光明 所以各位 现在没有成佛 把他带在手上 好不好啊 带在手上 然后呢 你不要带这个 去打麻将 不会赢的 保证你输 因为他要让你 不输 断除贪欲 带这个就是说 我开车会慢一点 我可以帮助别人 做医生的带着 希望我带着 他病容易好 要这个想法 但是 真正的加持在你的心 叫 陀罗尼 咒语 咒语就是 我念 就让我的心 恢复慈悲心 让我的心 恢复空性的智慧 所以各位 心创造一切 所以用心 可以改变世界 永远记住这个 所以我现在 我很认真 别人 因为我世界各地跑 他住英国 生病了 他跟我说 我会利用半个钟头 为他念心经 为他念一些咒语 来回向给他 没多久 他打电话 师父比较好 不是我的力量 佛的力量 太伟大 但是透过我们的信心 跟平静 把这个力量 给对方 特别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以前一生病 他就打电话给我 我就拿个电话 我爸爸说 好了 OK 我爸爸很相信我 所以我爸爸往生的时候 我叫他去极乐世界 奇怪都不想去 我问了很多老师 你爸爸没去净土 没去极乐世界 我爸爸怎么没有去极乐世界呢 他吃素呢 后来才搞清楚 我爸爸说 他要去钥匙净土 他不去 因为他专门喜欢听我 那钥匙咒 方向我搞错 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净土 我想各位生死的问题也要了解 你的阿公阿妈 爸爸妈妈 哪一天也会死亡 人不是死了就没有 死后有轮回 上天道 下地义轮回 我们孝顺父母 孝顺祖先 希望他们死后 去一个佛 有佛陀的净土 所以中国人叫我们 帮他念阿弥陀佛 然后我爸爸喜欢钥匙佛 有些人喜欢妙喜净土 什么叫妙喜净土 喜欢漂亮的人 一定要去妙喜净土 叫不动佛 将来各位研究研究 你怀孕的时候 一定要多请文殊菩萨加持 现在各位还没怀孕 但是你要先听好了 念一下 这个 就可以保护你肚子的胎儿 文殊菩萨的加持 那这些各位也希望学 学习 我想各位读一个佛教创办的学校 至少每个月要两堂课 像今天这样上上课 好不好 把这一些 为什么要念那个 为什么要念这个 我们要了解 但是成为一个学习佛法的人 对其他宗教都要尊重跟保护 所以我对天主教基督教很认真 我经常找天主教去诵经 我在印度教里面也在教书 因为佛法是超越宗教的 台湾的传统的道教 也有它相信因果的一些道理 我们要内心尊敬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拜佛是拜什么 念一下 拜众生 尊敬众生 你要把所有的生命都当作佛来尊敬 这个叫拜佛 而不是说我是拜佛的人 我看不起没有拜佛的人 一只小蚂蚁 对我们来讲 都是父母 都是未来佛 我们把头放在地上 这样的尊敬他们 所以不要看不起别人 这个人现在对不起你 念一下 诸行无常 一切都会改变的 这个世间唯一的真理 就是一切都会改变的 虽然它现在很坏 它将来会变好 只要因缘成熟 这个因缘是我们给它因缘 我们多为它念经 多为它修福报 点灯 它现在慢慢它就会转化 因为心灵的力量 这个世界有三种力量 可以改变一切 念一下 智力 佛力 法力 背起来 我要各位背这个 智力就是你自己的信心 修行的力量 佛力呢 或是你念文殊菩萨 这个叫佛的力量 这个最大 再来 法力 什么叫法力 你要有钱多不失钱 你妈妈腿不好 多不失拐杖 你爸爸腰不好 多救泥丘 蚯蚓 这个叫法 法就叫法界反作用力 你对待世界别人的反作用力 加持力 法界缘起力 反作用力 这三个力量随时掌控 改变一切 你希望长得漂亮 从今天开始不要生气 好不好 多供花 你希望很会穿衣服 送人家衣服 这个叫法力 但是智力呢 那你今天不要生气 再加上念妙色深入来 念观音菩萨 再加上供养花 擦桌子 这个法力 改变 你希望爸爸健康 智力 我这几天吃素 法力 佛力 我念药师佛 医生的佛 法力 我去帮助穷人 救那些要被杀的动物 不是要给别人 这三个力量 回向给爸爸 回向给全天下的老人 这样一切都可以改变 听到了没有 不好意思 我怕各位空气 最后还有几分钟 有没有问题 没有才是问题 我们华人 没有 实际上讲一大堆 不敢直接面对问题 所以再来 各位坐这两个钟头 太慈悲了 这两个钟头的力量 我们要把所有的力量 供养给世界 好不好 这个叫回向 来 愿于此功德 回向所有老人 健康自在 所有病人 恢复健康 所有老师 心情愉快 回向我们 董事长长路大法师 健康快乐 早一点成佛 回向爸爸妈妈 发财赚钱 回向台湾 一切和谐 回向世界 无有灾难 回向众生 早一点成佛 所以你把做了好事 也要回向 这个叫法界元启利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生命的力量 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报恩的虎狗 在农场 家家户户都会养狗 因为它们 既可以帮忙探钱雇后 又能协助放羊 而附近最好的狗 当属欧文家的 那三只牧羊犬 欧文家的牧羊犬真是不错 你看 它们将羊群管理的 井然有序 可不是吗 它家的狗 也是我们这里最勇猛的狗了 那一年 它们三个大战黑熊的事 谁不知道啊 真是了不起啊 这三只狗 竟然能把黑熊给打跑 如果我也有只 这么聪明勇猛的狗 该有多好啊 不知道 它能不能卖我一只呢 卖你一只 别做梦了 那三只狗 就像它的孩子一样 欧文 它怎么舍得卖呢 欧文的确非常喜爱 自己的三只狗 它最享受的时刻就是 每天傍晚 在屋外给它们喂食 看着它们吃饭的快乐时光 慢慢吃嘛 又没有和你们抢的 哦 哪里来的狗啊 你看它灰头土脸的样子 我看 那应该是只没主人的野狗 我们的邻居们 都将狗当做朋友 谁会将它丢弃呢 你快看 它正看着我们呢 这只狗看起来并不怕人 应该不是只野狗 喂 你是不是饿了 要吃东西吗 那只狗一愣 接着 它看了一眼 欧文身边那三只狗 显得有些惊恐 看来 它是害怕我们家的这三只狗啊 欧文将一块食物 朝着那只狗丢了过去 那只狗被突然扔过来的食物 给吓了一跳 它就像一根绷紧之后 被释放的弹簧 以一种惊人敏捷的速度 窜到了一边 哎呀 它的动作 怎么那么敏捷呢 它刚才的动作 哪是狗的动作 这动作 简直就像是一只狐狸 哦 它的动作 的确像狐狸 那只狗 确认没有危险后 便张嘴将其叼起来 然后转身跑走 通常狗得到食物后 都会在第一时间 将其吞到肚子 哪怕已经吃饱了 也会这样 而这只狗 怎么会将食物叼走呢 或许 这就是野狗 和家狗的区别吧 有了这一次的接触后 那只狗 时常会出现在 欧文的视线中 而欧文 每次看到它 都会给它一些食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那只狗和欧文 越走越近 但它仍保持着戒心 西马 你现在还打猎吗 老了 不打了 不过没事的时候 还是喜欢到野外 四处看看 怎么了 他们怎么这么吵 听这个叫声 他们应该是发现什么了 我们出去看看吧 说着 他和欧文夫妻俩走了出去 欧文一出屋外 便看到那只狗 而自家的那三只狗 正朝着它 不停地狂叫着 原来是它来了 那是我的朋友 你们别吓它了 来 过来吧 没事的 那只狗 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一下 然后谨慎地 朝欧文走了过来 可是又停了下来 然后警惕地 看着欧文身边那位老猎人 快过来啊 没事的 看来 他不认识西蒙 不敢过来啊 算了 这个家伙胆子也太小了 欧文 你有没有发现 这只狗的一些动作 有些特别 没错 它有些动作很像狐狸 对 这是一只狐狗 啊 狐狗 什么叫狐狗 狐狗这个名字 是我帮它取的 那是前年的某一天 我和朋友 在野外行逛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母狐狸 哎呀 西蒙 你看 那这狐狸竟然朝我们这里跑来了 它这是要干什么 西蒙 看了看那只母狐狸 它跑到距离它俩不远的地方 便停了下来 接着一扭伸 又朝六一个方向跑去 没跑多远 又停了下来 并且还转身看着它俩 这应该是一只刚生产没多久的狐狸妈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它的洞穴就在附近 既然它的洞穴就在附近的话 那它见到我们 为什么不赶紧跑回洞里躲起来呢 那是因为洞里有它的孩子 它怕暴露洞穴的位置 所以想将我们引走 这些狐狸狡猾着呢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 也瞒不住西蒙你呀 我和它们打了一辈子交道 这点剂俩是骗不了我的 走 我们假装跟着那只狐狸 这样它才会安心 嗯 好的 不过这只狐狸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宁可自己冒险引开我们 也真是伟大 这就是母亲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危 就在此时 那只母狐狸突然像是觉察到了什么 然后抬头朝空中看去 咦 它怎么了 西蒙顺着母狐狸的视线 也朝空中看去 只见 高空中有一只鹰 它的爪子 似乎还抓着什么东西 母狐狸朝着空中那只鹰 发出一声哀叫 接着便飞快地 朝它那里跑去 这是怎么了 唉 那只鹰应该是把这只狐狸的孩子给抓走了 可怜的妈妈 她原本想将我们引开 却没想到 让那只鹰给捡了便宜 西蒙和朋友看着母狐狸 一边哀叫着 一边朝那只鹰追去 然而那只鹰 很快便消失在空中 不见踪影 母狐狸朝着鹰飞走的方向 不停地哀叫着 从那天起 野外便经常能听到它的哀叫 作为母亲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那当然是非常痛苦的 是的 不过后来 它不知从哪里 找来了一只刚出生的小狗 于是便将那只小狗 当成自己的孩子养了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 小狗的很多动作和习性 既像狗又像狐狸 所以我都叫它为狐狗 也就是说 所谓的狐狗 其实就是一只狗 只不过 它是由狐狸养大的 没错 你们发现了没有 它身上既有狗的习性 又有狐狸的习性 的确是这样的 不过有一点我无法理解 为什么我每次丢给它食物 它都要叼走呢 不管是狗还是狐狸 它们都没有储藏食物的习惯呢 哦 你是说它储藏食物 是啊 每次我丢给它食物 它都不会当场吃掉 而是叼走跑掉 哦 这的确是有点奇怪 现在天越来越冷了 它在野外想要寻找到食物 是很困难的 按理说得到食物后 它应该立刻吃进肚子里才对 可不是吗 每次它来的时候 肚子都是饿得扁扁的 看得出来 应该是实在找不到食物 才来寻求帮助的 可得到食物了却不吃 这点我实在想不通 喂 下次它再来的时候 你偷偷跟着它 看看它究竟将那些食物藏到哪里去了 嗯 我会去一探究竟的 几天后 那只狐狗又一次出现在了欧文面前 哦 它终于又出现了 过来吧 我这有好吃的 那只狐狗私下看了看 它没有发现欧文养的那三只狗 于是便放心地走了过来 摇起了尾巴 还会摇尾巴 你现在越来越像狗了 来 我这有好吃的 看你瘦的 都皮包骨了 这种天气很难找到食物吧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 找不到食物 就来我这里 它还是要将食物带走啊 今天我要跟着看看这家伙 将食物都带到哪里去了 欧文一路上跟着那只狐狗 但在一弯处 狐狗一转身就消失不见了 怎么回事 它跑哪里去了 真是奇怪 它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它不会钻进那个洞里了吧 好大的骚味 这是个狐狸洞啊 欧文话音刚落 那只狐狗一下子从洞里钻了出来 它呲着牙 朝着欧文发出威胁的呜呜声 你这个家伙要干什么 我刚给了你食物 你就不认我了吗 狐狗依旧朝着欧文发出阵阵威胁声 这时候 洞里传来了狐狸一声微弱的叫声 接着一只母狐狸从洞里钻了出来 狐狗急猛转身 朝其轻轻地叫着 然后伸出舌头 舔着它的毛发 那只母狐狸看了欧文一眼 然后缩回洞里 但很快又从洞里出来 而且嘴里还叼着狐狗带回来的食物 它将食物放在了地上 然后朝着欧文发出一声哀叫 似乎是在恳求欧文放过它俩 原来如此 我每次给狐狗的食物 它并不是叼走藏了起来 而是带回来给这只母狐狸吃啊 它看了那只狐狗一眼 母狐狸一看到欧文在看狐狗 于是又爆出一声哀叫 并且用鼻子把那食物往欧文面前推了推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 你吃吧 说着 它将随身带的一些食物 也朝它俩那里扔了过去 狐狗和母狐狸愣了一下 狐狗小心翼翼地凑过去 闻了闻 这些都给你们 放心吃吧 以后没有食物 还是来找我 我会帮你们 多准备一些的 爱佳人爱 终生爱地球 生命点失踪或生就生作机 爱佳人爱 终生爱地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